随着泡泡跳进快乐网发空 上上发亮的光景影抵抖 我们的快乐活一圈也无收摇 让每个细胞一起跳动 跟着萌萌跳进快乐网发空 这是属于我们的发光星球 带着笑容去熬悠甜麻星空柔 我们的爱在绝续逃走 我们是星星 淌雪眼里的小星星 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微笑是我们的表迹 用礼貌也秩序 大方的小星星 我们最爱手牵着手打不上手去 遵守交通安全的规定 小星星早睡也早起 每天都好心心 不敲适不迟早开开心 星星转啊转 每天又好习惯 开口说好话 同学都互相离软 乖乖太好的游戏 要能浪玩 小星星是最好的玩吧 老兄 who are you 我们最爱手牵着手打不上手去 扫手 专手 枕通安全的规定 小星星早睡得早起 每天都好心心 不挑食不吃都开开心心 星星上大厦 每天日行一上 朋友有困难 就应该互相帮忙 微笑挂脸上 要快乐的分享 小星星是这一帮的牌张 星星转啊转 每天又好习惯 开头说好话 同学的互相礼绕 乖乖拍好对游戏 要轮流完 小星星是最好的玩伴 星星上啊下 每天日行一上 朋友有困难 就应该互相帮忙 微笑挂脸上 要快乐的分享 小星星是最棒的牌张 小星星是最棒的牌张 小星星的栏目 就 bell Pa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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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大家好 我是貝狗哥哥 貝狗哥哥問你 有一種動物 牠有圓圓的身體 而且毛茸茸的 還有一雙長長的大耳朵 和一對水汪汪的眼睛 看起來很猛又很可愛 這是什麼動物呢 會不會是熊啊 熊 不是 我說的是兔子 就我所知 兔子有分很多種類 有稻妻兔 大牌兔 迷你兔 每一隻種類都不一樣 就像你說的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兔子 而且牠們的特徵跟顏色 也都不大一樣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仔細地觀察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 卡通版的兔子 卡通版的兔子該怎麼做呢 一起來看看吧 取一塊兔子頭部顏色的黏兔 先把它搓圓 接著來做外耳 取出兩塊一樣分量的黏兔 先搓圓 加強同一邊 就會變成水滴的形狀 像這樣子 一邊比較胖 一邊比較瘦 另一個也是一樣的做法 先搓圓 再搓成長水滴 搓圓 你把胖子 Gü 也改成水滴 搓武器 像这个样子 另一个也是一样 搓成长水滴 搓好之后 一样轻轻压扁 然后放到外耳上面 再压一下 让它们贴合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压一压 让它们贴合 再来我们把耳朵和头 组合在一起 我们先用黏土工具 在头上压出两个凹痕 这样会比较方便结合 结合的时候 沾一点点的白胶 再把耳朵接到凹痕的位置 可以稍微扶一下固定它 另外一只耳朵也是一样 再来做出眼睛和鼻子 准备三块黑色的黏土 先搓圆 眼睛的分量要比鼻子少 再做出腮红 取两块小小块的红色黏土 先搓圆 再压扁 另一个一样 搓圆 压扁 都准备好了 就粘到兔子的脸上 首先 在中间放上鼻子 确定位置之后 轻轻地压一压 再放上眼睛 再把腮红 黏上脸颊的位置 这样兔子的头 就完成了 再来做它的身体 选出兔子衣服颜色的黏土 一样先搓圆 然后轻轻地推两下 让它变成这个形状 再加强其中的一边 会变得比较尖 像是脖子一样 再来做出手跟脚 准备四份兔子颜色的黏土 两份一样大的做手 两份一样大的做脚 但是脚的分量 会比手再多一点点 把它们都搓成长条形 一边搓 可以一边确认粗细长度 两只手要差不多 脚也是一样 搓成长条形 两只脚也要差不多 手脚都完成了 就可以开始组装咯 首先把身体和头组合起来 轻轻地压一下 让它们结合在一起 身体接好之后 把手接上去 把手接在头和身体交界的位置 可以调整一下角度 让它变得弯弯的 另一只手也是一样 调整一下角度 再来把脚也粘上去 我们可以先把前端的部分 稍微压扁一点 把压扁的这端 接到身体下面的位置 然后微微弯曲 做出脚掌的感觉 另一只脚也是一样 把前端稍微压扁一点 接到身体下面 再压一压就可以了 但是黏土还没干的时候 比较软 所以先把兔子 靠在旁边等它干 这样比较不会变形 这样小兔子就完成了 原来利用黏土的可受性 加上自己的创意与想象力 就可以创造出 属于自己可爱的兔子了 你也可以挑战一下进阶版 在小兔子旁边 再种出好吃的胡萝卜 还有蔬菜和可爱的蘑菇 让你的画面变得更丰富 兔子也不孤单了 快来跟着家人和朋友 一起做出属于自己的可爱兔子吧 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 花儿豹到 大树小草 呵呵笑 夏天到了 蟲鸣鸟叫 吱吱喳喳 好热闹 秋天到了 落叶着 落叶飘飘 秋高气爽 精神好 年到了 冬天到了 被风呼叫 动物躲起来睡大叫 开山笑容去耳溜 舔马 Public 紅柔 我們的愛在全世界放鬆 大家好 我是霓夢哥哥 大家好 我是小紅美姨姐姐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這個動物 牠的一生當中都在 找房子 看房子 換房子跟修房子 知道是什麼動物嗎 找房子 看房子 換房子跟修房子 這個動物應該是 寄居蟹 答對了 就是寄居蟹 但是你們知道為什麼 寄居蟹會住在別人的殼裡呢 是不是因為牠沒有錢可以買房子 房子好貴 寄居蟹買不起 不是 那是不是因為牠被老婆趕出來了 沒有房子可以住 寄居蟹 你看看你惹你老婆不開心 這個答案也不對 難道是因為牠是背包客 喜歡到處旅行 原來寄居蟹這麼浪漫 到處旅行 這個答案通通都不對 寄居蟹要保護自己 但是牠沒有自己的家 寄居蟹一出生並沒有殼 但是牠必須找個堅固的房子 來保護自己 所以牠只好到處尋找可用的硬殼 如果身體長大了 就會丟掉原來的小殼 去找一個更大的殼 所以寄居蟹會一直搬家呢 很有趣吧 原來住在別人的殼裡 是為了保護自己 沒錯 但是寄居蟹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牠有海葵陪牠一起住 有的寄居蟹 背殼上可是會有海葵的 牠已經要背著這麼重的殼了 還要背著海葵一起移動 這樣不會太辛苦嗎 不會 那是因為有一些海葵牠們的觸手 具有有毒的物質 當敵人要靠近寄居蟹的時候 海葵就可以保護牠 不要被其他的生物給吃掉 再加上寄居蟹會到處去旅行 會吃東西 而海葵就來吃這些吃剩的食物 牠們這樣就是各取所需 互相幫助 根本就是好朋友 好麻吉 沒錯 牠們是好朋友 所以今天我們學到的 動物知識就是 為什麼寄居蟹會住在別人的殼裡呢 因為牠要保護自己 沒錯 下一次再來認識更多 有趣的動物知識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大家好 我是貝果哥哥 貝果哥哥問你喔 你在人行道等待過馬路的時候 你會站在哪裡呢 我會站在離馬路比較遠的地方 這樣子比較安全喔 貝果哥哥這樣是正確的喔 當我們在等待過馬路的時候 有的人會站得很靠近路口 可是當車子在轉彎時 會有一個視線死角 所以我們要往後退三步才是安全的 往後退三大步保持安全距離 這個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記住喔 今天的題目是不是跟交通安全有關呢 沒有錯 待會就要請小朋友 跟著哥哥哥姐姐一起來找一找 兩張圖片哪裡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張圖片 這個是十字路口 我們在這個十字路口看到了什麼呢 有人走在斑馬線上 一共有五個人 有不同顏色的車子 還有還有 最重要的是交通號制 紅綠燈 大家都說 馬路如虎口 穿越馬路一定要小心 確認沒有車子之後 遵守紅燈停 綠燈行 才能安全地穿越馬路喔 大家是不是都看清楚這張圖片了呢 我已經看清楚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下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跟剛剛的圖片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趕快一起來找一找喔 我來仔細地看一看喔 一樣是五個人正在過馬路 有四台車子 還有紅綠燈 我發現不一樣的地方了 貝哥哥哥 你很棒耶 這麼快就發現了 小朋友 你們也都發現了嗎 貝哥哥哥 趕快來告訴我們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紅綠燈 紅燈變成了藍燈 貝哥哥哥 你答對了 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也都發現了呢 這一次的觀察力與記憶力遊戲 是不是很好玩 好玩 下一次再跟著我們 一起來挑戰不同的題目吧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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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蹦 和我们约好在森林碰头 小狗狗跟走 小猫猫看头 我们的迷迷探险 开始出发咯 纷纷的笑容 最爱的某某 叫星辰睡的小扫帚 一起来声唱歌 若明天亮面 这深寂寞中 飞到烂烂的天空 街道变成长 迷迷的美丽万花筒 变过天里 让缘缘的云冻 种着青菜许愿笑 将快乐送到你心中 小狗狗跟走 小猫猫探险 我们的迷迷探险 开始出发咯 笨笨的笑容 最爱的某某 我们的迷迷探险 小星辰睡的小扫帚 一起大声唱歌 浓民点亮面 这深寂寞中 飞到烂烂的天空 街道变成长迷迷的 一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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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地软 绵绵绵的运动 种着青菜许愿笑 将快乐送到你心中 我迷迷探险 小狗狗 这深寂寞中 我们的迷迷探险 飞到烂烂的天空 街道变成超迷迷的 美丽万花筒 运动天理软绵绵的运动 装着青菜许愿笑 将快乐送到你心中 梦里的亮面 车身起魔咒 飞到烂烂的天空 街道更争吵 你的美丽幻花孔 云朵天里软面 年轻的云朵 种着青菜许愿愁 将快乐送到你心中 大家好 我是哈蜜瓜哥哥 哈喽 我是泡芙姐姐 泡芙姐姐 你有听过纸鹤的传说吗 当然有 我听说只要折了一千只纸鹤 就可以许一个愿望 你有听过这个传说 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折纸鹤 一直在折纸鹤 我希望可以赶快走到一千只之后 让我可以许一个愿望 那哈蜜瓜哥哥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你想许什么愿望啊 好 但是你不能说出去 我希望这病毒统统消退 我希望我可以健健康康 我希望我可以越来越瘦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变得越来越高 然后我还要许好多好多的愿望 哈蜜瓜哥哥 我刚刚数了一下 你至少许了五个愿望吧 那你可能要折五千只纸鹤 这么多五千只 我怎么折得完啊 泡芙姐姐 你可以帮我一起折吗 当然没有问题啦 那这么美丽又可爱 可以许愿地折纸只鹤 要怎么做呢 一起来看看 纸鹤该怎么折呢 首先把纸张对折成三角形 再对折一次 然后打开成正方形 翻到背面 把纸张推过来 压平 然后一样打开成正方形 再来把鞋边往中线折 另一边也是一样 接着把上面的三角形 往下折 然后全部打开 第一层顺着折线展开 往内折 会变成这个样子 压好之后翻到背面 一样的做法 先把两个斜边 往中线折 接着把上面的三角形 往下折 然后全部打开 顺着折线展开 往内折 然后转一个方向 把上下折 把上下的脚往中线对折 翻面也是一样的做法 把上下的脚往中间对折 然后转回直的方向 把右边打开 把右边打开来往上折 夹起来之后 会有一个斜斜的角度 线会变得比较厚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换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的步骤 打开来之后 往上折 夹起来 调整一下 其中一边是纸鹤的头 把尖尖的部分 往下压 完成之后 立起来 抓着翅膀的位置往外翻 这样纸鹤就完成了 阿咪瓜哥哥 你看 这是我刚刚折的纸鹤 我把它们都用绳子串在一起 挂在墙上一定很漂亮 你折得很精巧 而且色彩缤纷好漂亮 没错 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身边不同颜色 还有材质的纸张来折纸鹤 一定会有更多不同的感觉 大家还记得 纸鹤要怎么折吗 忘记了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再一起学一次吧 接着 接着在左右对折成小三角形 打开三角形的开口后 压平 翻到背面 接下来 三角形沿着虚线折好 再复圆 把左右两边角往中线处对折 上方的三角形向下折 再全部复圆 接着打开开口后 压平 翻到背面 沿着虚线将三边的角往内折 再复圆 一样打开开口后压平 前后两边 沿虚线向内折 两边角向外折上去 左边的尖端 往下再往内折成小三角形 最后沿着虚线 把两边翅膀往下拉 之后就完成啰 开成笑容去扬流 天马行扣肉 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放松 哈啰 我是海苔哥哥 我是水晶姐姐 考试时间到 水晶姐姐 你知道动物界是怎么生小宝宝的吗 这个问我就对了 我知道 有分成软生 胎生以及软胎生 像人类就是胎生 生出来就是小宝宝的样子 还有软生 软生的话生出来是一颗蛋 像鸡会生出鸡蛋 还有软胎生 软胎生是妈妈在体内孵软 直到小宝宝长大了之后 才生出来 像孔雀鱼 大肚鱼 这些都属于软胎生 所以我们看到的小鱼宝宝 就会是鱼的样子 而不是一颗蛋 掌声鼓励 以后我要改叫你 水晶老师好 你讲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刚刚都知道了 这个动物界 生宝宝的方式有软生 软胎生还有胎生 其实这些都是妈妈照顾小宝宝的行为 可是你们知道吗 有一种动物 是由爸爸来生小宝宝的 有爸爸来生小宝宝 是什么动物啊 好特别 那就是海马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海马 是由爸爸来生小宝宝的呢 是不是海马爸爸剪刀 石头 布 海马爸爸猜书了 愿赌服输 不过不是 还是海马爸爸有强壮的肌肉 可以保护海马小宝宝 来 孩子们都来宝宝这里吧 可是不对 那难道是海马妈妈生病了 体贴的海马爸爸帮忙照顾小海马吗 真难忍 可是上面的答案都不对啦 公海马有一个专门照顾小孩的育儿带哦 海马在交配后 母海马会将产下的卵 塞进海马爸爸的育儿带里 才不会被其他的鱼类偷吃 小海马一直待在育儿带中 慢慢孵化 直到可以独立觅食 才离开爸爸的育儿带 哦 所以海马爸爸是非常辛苦的呢 哦 原来是公海马有育儿带 海马妈妈会把产下的卵 放到海马爸爸的育儿带里 让爸爸来照顾 并不是公海马会怀孕生小孩哦 而且海马的嘴巴像吸管一样 不好打开也不好喝取了 所以他们在吃东西呢 其实用吸的方式 就跟我们喝饮料是一样的 海太哥哥 我还知道因为海马呢 它游泳游得很慢很慢 所以常常会被海水给冲走耶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啊 海马他们就会用尾巴 勾住珊瑚或是海藻 让自己不会被海水冲走哦 那今天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海马是由爸爸照顾小宝宝的呢 因为公海马有育儿带 是用来照顾小宝宝 直到长大为止哦 下一次我们再来认识 更有趣的知识吧 我是哈咪瓜哥哥 哈咯 我是泡芙姐姐 泡芙姐姐 你常去图书馆吗 嗯 我不算很常去耶 大概一个月去个一两次吧 不过图书馆的书真的很多耶 每次啊 我有想看的书 我一定都会去图书馆找一找 如果有找到的话 就不用花钱买啦 没错 图书馆的书籍啊 的确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 不过呢 如果你借来的书籍 一定要爱惜它 珍惜它 不要看的时候啊 把它撕破 或者是乱涂鸦 把它弄脏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 完整地归还给图书馆 让下一个借到这个书籍的人 也可以享受同样完整的书籍哦 嗯 那哈咪瓜哥哥 今天的观察力游戏 是不是跟刚刚说到的图书馆有关 你答对咯 今天的观察力游戏就是图书馆 等一下呢 要请小朋友 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睁大眼睛 来找找 看一看 两张图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张图片 好多人在图书馆看书哦 大家仔细来看看这张图片吧 好 我先来数一数 一共有几个人在看书呢 有一 二 三 四 四个人在看书 而且中间戴眼镜的小朋友 特别厉害耶 他的书堆得好高哦 后面的服务台 还有一位阿姨协助大家 借书和还书哦 小朋友是不是也观察仔细 并且记下来了呢 这题很简单 我相信小朋友一定跟我一样 准备好了 可以看下一张图片了 那我们马上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跟刚刚的图片 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赶快想一想 找一找哦 我看到一样有四个小朋友 在看书 中间的书也是堆得好高好高 等一下 另一位小男生的书 怎么变成汉堡套餐了啦 我找到不一样的地方咯 答对了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其中一位小男生的书 变成了汉堡套餐 小朋友 你是不是也找到了呢 哈密瓜哥哥也要提醒大家 到图书馆的时候 除了要保持安静 也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哦 今天的观察力与记忆力游戏 很好玩吧 那下一次再跟着我们一起 当个小小侦探 来玩游戏吧 大家来吃饭 厨房好热闹 金红热闹 红萝博白萝卜都切 加上鸡筷子汤榴 呲呲呲呲呲 鲜鱼撒烟准备好 下锅油煎香微喵 大家来吃饭 喜好收摆碗筷 赶快坐下来 爸爸叫妈妈爷爷前奶奶 姐姐弟弟为过来 全家小开怀 大家来吃饭 厨房好热闹 切切切切切 小黄瓜多算你做凉拌 番茄加葱炒鸡蛋 鱼肉和青菜 羊羊都吃不挑食 营养菌很身体棒 大家来吃饭 喜好收摆碗筷 赶快坐下来 爸爸叫妈妈爷爷前奶奶 姐姐弟弟为过来 全家小开怀 大家来吃饭 大家来吃饭 喜好收摆碗筷 赶快坐下来 爸爸叫妈妈爷爷前奶奶 姐姐弟弟为过来 全家小开怀 大家好 我是大树哥哥 我是蓝莓姐姐 蓝莓姐姐 你看 哇 这些石头形状都好特别 大树哥哥 不如我们今天就用石头来作画 你觉得怎么样 石头来作画 所以我们要把石头当作图画纸 对啊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石头上面画上一只小瓢虫 再把它摆到你的盆栽上 是不是就很像有一只小瓢虫飞到你的盆栽里了呢 哇 蓝莓姐姐的提议很不错耶 那这个石头画要怎么做呢 一起來看看吧 石头画该怎么做呢 可先依照自己设计的图案 挑选外形轮廓适合的石头 接着用铅笔在石头上构图 我今天要画的是一栋房子 在中间画一条线 上面是屋顶 选表面平滑的石头会比较容易上色 在下方画一扇门 画圆形的窗户 左右两边各画一个 门的旁边画些花朵点缀 炒狗完成后就可以用水彩颜料上色 准备各种不同颜色的水彩颜料 为石头涂上颜色 房子是黄色的 屋顶是蓝色的 上色时 可以先从浅色开始画 水彩颜料不要加太多水 画出来的颜色才会饱满又好看 涂好的地方在水彩颜料变干之前 小心不要摸到了 傻椒 O MARK 偹颜料 prima 활 炒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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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好房子之後 再來畫上顏色比較深的屋頂 仔細的畫好顏色之後 先等顏料變乾 再接著為房子做裝飾 用棉花棒當成畫筆 沾上顏料畫圓點 屋頂完成後 接著畫窗戶 我用白色顏料來完成 再取橘色的顏料畫門 門完成後 接著畫小花 一樣用棉花棒當畫筆 沾上顏料畫圓點 當花瓣 小朋友也可以設計出自己的小花園 塗好之後 等水彩顏料都乾了 可以再用起一筆畫線條 將窗戶畫上窗框 加上門框與門靶 加上門框與門靶 再畫一筆畫 再畫些線條 再畫些線條 當作木門上的花紋 最後 最後畫出屋顏 最後畫出屋顏 想像力 比如你可以在石頭上寫數字 字母或是畫上五官 幫助小朋友來學習認知 或者是在石頭上面 可以塗上不同顏色 來玩圈圈叉叉的遊戲 還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些石頭 還可以玩什麼呢 而且你還可以找你的家人 還有朋友一起來玩 是非常值得嘗試與體驗的喔 剪刀 剪刀 不是剪刀 螃蟹的爪子動一動 兔子的耳朵搖一搖 石頭 石頭 不是石頭 蚌殼開口 娃娃點頭 一片布 兩片布 一隻蝴蝶飛上樹 一片布 兩片布 愛讀書的孩子 真有福 真有福 Y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果哥哥 我是櫻花姐姐 櫻花姐姐 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要講出一種很勤勞的動物 你會想到什麼動物呢 勤勞的動物啊 有啊 螞蟻 常常看到螞蟻它在搬食物 還有一種動物 而且它有一首主打歌 就是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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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請做工 就是蜜蜂 常常看到蜜蜂在花叢裡面 飛過來 飛過去 忙著採蜜 對 蜜蜂是很勤勞的動物 而且是像剛剛櫻花姐姐唱的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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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請做工 這個時候就要來問問大家了 蜜蜂為什麼會發出 嗡 嗡 嗡的聲音呢 是不是因為蜜蜂它喜歡碎碎麵 要去哪裡採蜜 要採什麼花麵才好吃呢 嗡 嗡 嗡 這個答案不對 那我知道了 一定是蜜蜂她肚子餓 嗡 嗡 櫻花姐姐 肚子餓應該是咕嚕咕嚕叫吧 這個答案也不對 還是蜜蜂跟我一樣喜歡唱歌 可是她只會唱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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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姐姐 妳的想像力好豐富喔 但是這些答案都不對喔 蜜蜂的嗡嗡聲 其實是翅膀震動的聲音 蜜蜂在飛行的時候 翅膀會快速地拍動 拍動的時候也震動了空氣 所以就產生了嗡嗡嗡的聲音 所以嗡嗡嗡並不是蜜蜂的叫聲喔 而是翅膀震動的聲音 嗡嗡嗡嗡 嗡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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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輕作弓 喔 原來嗡嗡嗡嗡的聲音 不是蜜蜂的叫聲 是她翅膀震動的聲音 對 沒錯 而且蜜蜂可是很有組織的動物喔 他們有蜂后跟熊蜂 是負責生小寶寶的 那還有另外一群叫做公蜂 是負責照顧小寶寶 保衛家園 採集食物 打掃蜂窝 整個蜜蜂家族都是公蜂在照顧的喔 哇 聽貝哥哥哥這麼說 公蜂真的很忙碌耶 有這麼多事情要他做 這麼多蜜蜂要他照顧 難怪他每天才會一下飛到東 一下飛到西 忙著採花蜜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喔 蜜蜂是很有組織的動物 每一隻蜜蜂都有不同的工作 透過分工合作來維持整個家族的生活 今天我們知道了 蜜蜂為什麼會發出汪汪汪的聲音呢 這是牠翅膀震動的聲音 下一次再來了解更多有趣的知識吧 大家好 我是大樹哥哥 我是藍莓姐姐 藍莓姐姐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家電 像是冷氣機 電視機 廚師機 都帶來我們生活有很多便利 對不對 沒錯 我最喜歡的家電就是冰箱 每一次打開冰箱的時候 裡面都有好多好吃的食物 我都覺得好幸福喔 那你可以說一下你們家冰箱 放了什麼嗎 當然是食物啊 像是蔬菜 水果 牛奶等 都可以放進冰箱保存 不僅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鮮度 還可以讓食物放久一點喔 但是冰箱可不是萬能的喔 食物還是要趁新鮮趕快吃完 那我們今天就以冰箱來當作主題 大家待會兒看一看 找一找 等一下的兩張圖片 有哪裡是不一樣的呢 先來看看第一張圖 哇 冰箱裡面有好多食物喔 對啊 最上層的有豆腐 牛奶 番茄 還有玉米 下一層也有好多的蔬菜喔 有高麗菜 茄子 紅蘿蔔 還有花椰菜 嗯 再仔細看一下喔 冰箱門也有食物喔 冰箱門上有雞蛋 蘋果 還有檸檬 嗯 這麼多好吃又營養的食物 大家趕快記起來喔 我都記住了 可以來挑戰 下一張圖片囉 OK 那我們馬上來看下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跟剛剛的圖片又有哪裡不一樣呢 好 大家趕快想一想找一找喔 我們一樣從冰箱的最上層開始找起 豆腐 牛奶 蔬菜都是一樣的 下一層也是四種蔬菜 而且跟剛剛的蔬菜也都一樣喔 欸 那麼不一樣的地方會是在冰箱門嗎 我來看一看喔 喔 我找到不一樣的地方了 嗯 小朋友你們也都找到了嗎 藍妹姐姐 趕快告訴我們你的答案吧 我的答案就是 雞蛋裡面有一顆變成棒球了 答對了 一整排的雞蛋 有一個變成了棒球 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也找到了呢 今天的觀察力遊戲好玩嗎 下一次再來當小偵探 挑戰更多不一樣的題目吧 我的火車好帥氣 你的娃娃好美麗 點到世界真有趣 牛奶飛進池塘裡 上上下下不休息 約得近的看不清 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 1 2 3 4 4 3 2 1 1 3 2 4 1 2 4 3 太陽公公才升起 月亮多到樹林里 點到世界好有趣 星星高歌進行去 企鵝住在沙漠裡 駱駝跑到北極去 點到世界真有趣 小熊不愛吃蜂蜜 男生女生都神奇 動作悠悠悠悶不停 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 我說天來你說地 我想懂來你相信 點到世界真有趣 魚兒爬到樹上去 我的火車好帥氣 你的娃娃好美麗 點到世界真有趣 鳥兒飛進池塘裡 上上下下不休息 約得近的看不清 1 2 3 4 5 6 7 7 6 6 6 7 7 6 5 4 3 2 1 太陽公公才神奇 月亮多到樹林里 點到世界好有趣 星星高歌進行去 企鵝住在沙漠裡 駱駝跑到北極去 點到世界真有趣 小熊熊不愛吃蜂蜜 男生女生都神奇 做做悠悠悠悠悶不停 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 Don't break me 法索羅希 希拉索法米雷動 A B C D E F G 點到世界真有趣 大家好 我是彤彤姐姐 大家好 我是海苔哥哥 今天拿出你的剪刀 我們要來咔嚓咔嚓剪紙囉 沒錯 今天我們要剪出 屬於自己的立體盆栽 可以創造出不同的大小顏色 可以放在家裡 或是學校有教室布置的時候 可以用 那這個立體盆栽要怎麼做呢 一起來看看 剪紙盆栽該怎麼做呢 準備一張長條形紙張 將紙張對折 沿著對折的地方 畫上五種不同大小的葉子形狀 而且只要畫一半 剪下來之後 就可以得到對稱的圖形 畫好之後 用剪刀剪下來 使用剪刀時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每種大小的葉子 需要各準備三張 可用剪下來的圖形 在紙上描邊後再剪下 就會得到一樣大的葉子 全部都剪好之後 將紙張打開 五種不同大小的葉子 就完成了 準備好每種大小的葉子 各三片之後 接著從葉子的尾端 沿著中間折橫處 不超過一半的長度 用剪刀剪開 剪開後 將尾端重疊 葉子就會變得立體 用白膠塗在剪開處的一邊 用白膠塗在剪開處的一邊 將兩邊膠疊黏在一起 使用同樣的步驟 完成其他片葉子 完成後 把三片葉子組合在一起 將葉子底下塗上白膠 一續膠疊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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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炒進去 五遍 五遍 六遍 五遍 接着将叶子组装 先取最大的叶子为底 在内侧底部涂上白胶 接着将第二大的叶子交叉黏上 记得位置要错开 用相同的方式将叶子从大到小 一层一层交叉黏贴 接着将叶子组装 这样叶子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要制作花盆 准备一张长方形的纸张 画一个扇形 画好之后用剪刀剪下来 使用剪刀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剪好之后 可以先卷起来确认盆栽的大小 确定后在其中一边粘上双面胶 把纸张粘贴做固定 把纸张粘贴做固定 这样花盆就完成了 最后把叶子摆上去 剪纸盆栽就完成了 我们准备的材料都很简单 而且方便取得 你们也可以试试不同材质的纸张 做出来的效果也很不一样 快快发挥你的创造力 设计你喜欢的盆栽图案 或是特殊的叶子形状 做一盆属于自己的立体盆栽吧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大家好 我是蓝莓姐姐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种 很优雅的动物 它走起路来总是慢慢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猫咪 答对了 因为猫咪它的脚掌上面 有一个厚厚的肉脯 所以它走起路来就会没有声音 而且动作都慢慢的 慢慢的 大家都称之它为优雅的动物 而且它们还是瑜伽大师 它们的身体非常地柔软 常常可以做出一些 不可思议的姿势 来伸染腰或者是舔毛 像我也有看过 猫咪它可以躲在那种 很小很小的西方 然后这样钻钻钻 钻过去 都不会卡住 如果是哈密瓜哥哥的话 可能就会卡住了 不过 今天要来考考大家 蓝莓姐姐还有小朋友 你们来想想看 猫咪它的眼睛 为什么会变大变小呢 是不是因为猫有机关 可以控制它的眼睛 不是哦 还是因为猫很爱漂亮 所以它带了瞳孔放大片 不对 我知道了啦 一定是哦 它刚睡醒还没有睡饱 这些答案都不对 猫咪是为了看清楚东西 哦 猫咪在非常暗的地方 也能看得很清楚哦 因为它们眼睛里的瞳孔 可以发的很大 聚集微弱的光线 但只要光线一强 瞳孔就会缩小 甚至变成一条线哦 哦 猫咪眼睛的结构 就像照相机一样精巧哦 哦 原来猫咪的眼睛 可以变大又变小的原因啊 是因为它的瞳孔 非常的大 而且肌肉收缩又很发达 所以在不同光线的影响之下 它们的瞳孔就会放大 或者是缩小 虽然我们刚刚说啊 猫咪是很优雅的动物 不过它们生气的时候 也是很可怕的哦 它可能会用它的爪子抓你一下 或者是用力地咬你一口 我们千万不要惹猫咪生气哦 哦 可是哈咪瓜哥哥 我好像很少看到猫咪的爪子耶 哦 蓝米姐姐讲到重点了 因为呢 猫咪的爪子啊 平常都是收起来的 当它遇到敌人 或者是想要抓食物的时候 它的爪子才会伸出来 保卫自己 然后来拿食物 不过呢 像狗啊 或者是狮子 它们的爪子 平常就是在外面哦 当它要猎捕食物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地上奔跑的时候 这样子才有抓地力 方便它拿取食物 哦 原来每一只动物 它们爪子的功能也都不太一样呢 嗯 很有趣吧 那我们今天知道了 为什么猫咪的眼睛会变大 变小呢 因为啊 猫的瞳孔很大 而且肌肉收缩很发达 所以遇到光线强的时候呢 它的瞳孔就会啾的一下变小 可是啊 遇到光线弱的时候 瞳孔就又会放得又圆又大咯 猫咪的世界 真的是神秘又有趣呢 下一次我们再来学习更多的动物知识吧 好 我是彤彤姐姐 我是海苔哥哥 海苔哥哥喜欢去公园玩吗 喜欢啊 说到公园呢 就是去散步野餐的好地方啊 有时候啊 还可以发现小动物跟小昆虫 嗯 我也觉得公园是一个很适合 全家一起共度 亲子时光的好地方 好 我知道了 今天观察力游戏 跟公园有关 对不对 答对了 待会儿会有两张图片 跟公园有关系 大家快来找一找 这两个公园有哪里不一样呢 在这个美丽的公园里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有一只鸟 栖息在树上 树荫下有松鼠和猫在休息 旁边有一个小花圃 还有一只蝴蝶 停在花上面 哇 有这么多的小动物 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小朋友有没有都记住了呢 我记住了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跟刚刚的图片 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快来想一想找一找 我记得刚刚树上有一只鸟 树下有松鼠和猫咪 不对哦 可是现在树上多了一只小狗 哇 你已经找到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耶 但是还有一个哦 大家快点睁大眼睛睁大眼睛睁一睁 还有一个哦 那我来看看小花圃 我记得刚刚有花和蝴蝶 现在变成了麦克风和蝴蝶 所以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花变成了麦克风 难道蝴蝶也想要唱歌吗 小朋友是不是都找到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呢 今天的记忆力与观察力游戏是不是很好玩呢 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哦 非常地挑战 那下一次我们再成为小侦探来挑战不同的题目 鼻子希望inen ال 爱来愿起好 pod 要香 Saul Kac 我们不来闯 所以肯定人起妈妈 我不一样 我很一样 我不教师 所以 AD 我想股拌生肖 我很模样 我很模样 我常为自己的玩具烦躁 许少了一遍故事最高 游客都拿着 尝尝通通闹 走到大家娃哈哈笑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比天还要飘 连速中秒 进了里就好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快感受到脑 睡好睡好快乐最重要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比天还要飘 连速中秒 进了里就好 爱的缘起后再后呀快感受到脑 睡好睡好快乐最重要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比天还要飘 连速中秒 进了里就好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快感受到脑 吃好睡好快乐最重要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比天还要飘 连速中秒 进了里就好 爱的缘起后呀后呀快感受到脑 切好睡好快就要 我喜好快乐最重要 继终 起后睡好快乐最重要 圣月宸 ale 追了整个 Hari 通常就有个字帐 好小我要快乐最重要 于好快乐最重要 做这样 Portugal哼了 清胖 fishung 大家好 我是你猷猷哥哥 大家好 我是迷糟哥哥 оров 我是芙芙姐姐姐 你是泡芙姐姐贝 妳怎麼感覺心情不太好 我就是想要包禮物 送給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每次都沒有把它包得很漂亮 別人都可以把禮物包得很漂亮 不知道該怎麼辦 抱負姐姐 你不用擔心 包在我的身上 你只要照著今天的方法來做 相信你一定可以把禮物包得很漂亮 收到禮物的朋友 一定也會非常開心的 真的嗎 檸檬哥哥 那你趕快來教我怎麼做 我相信節目前面的大小朋友們 一定也都很想學 好 那到底這個 使用的禮物包裝要怎麼做呢 一起來看看吧 因為物品是有厚度的 如果放在中心點的位置做包裝 兩側的包裝紙長度會不同 所以要將禮物擺放在中心點旁邊的位置 然後把上下兩端的包裝紙 然後把上下兩端的包裝紙往中間折 把包裝紙拉整齊 接著把較長的一端往另一邊對折 然後把禮物朝向自己的方向 包裝紙開口對齊 以類似折扇子的方式 依序來回折疊整理漂亮 取出毛根 在帶口抓折處做固定 接著來做點裝飾 準備造型卡片 在上方用打孔器打洞 用籤字筆寫上祝福的畫 完成後把小卡片穿過毛根 再把毛根往後繞一圈 幫卡片做固定 毛根多餘的地方 可以用鉛筆捲成螺旋狀 捲好後再把鉛筆取出 再稍微調整一下形狀 也可以再取不同顏色的毛根 用一樣的方式繼續纏繞 會讓顏色變得更有層次 最後以不同顏色和不同大小的毛球 沾上保麗龍膠 黏上做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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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包裝就完成了 只要利用簡單的包裝紙 加上一些不同材料來做裝飾 就可以做出獨一無二的禮物包裝了 沒錯 小朋友們也可以想一想 可以在禮物上面放什麼不同的材料 或者是可以用什麼不同材質的紙張 都可以試試看喔 這是企鵝 這是企鵝 企鵝是住在很冷很冷的南極 再將笑容取傲有點麻性勾扭 我們的愛在全世界放鬆 媽媽說我和她是天生的一對 眼睛一樣被子一樣嘴巴一樣甜 爸爸說我和她才是天生一對 可愛聰明上讓有體貼 喜歡來著爸爸要飛飛 喜歡媽媽揉揉我的腿 喜歡爸爸媽媽對我說我的寶貝 玩輸了跟爸爸和寶貝吃一大一面 最愛抱著媽媽的游泳圈 媽媽說我們家是天生的一對 天生的一對 傻的很小小的很像半夜體面背 爸爸說我們家是天生的一對 天生的一對 手牽著手上愛到永遠 喜歡來著爸爸要飛飛 喜歡媽媽揉揉我的腿 喜歡爸爸媽媽對我說我的寶貝 玩輸了跟爸爸做做脆吃一大一面 最愛抱著媽媽在游泳圈 喜歡來著爸爸要飛飛 喜歡媽媽揉揉我的腿 喜歡爸爸媽媽對我說我的寶貝 喜歡爸爸媽媽對我說我的寶貝 玩輸了跟爸爸做脆吃一大一面 最愛抱著媽媽的游泳圈 手牽著手要想愛到永遠 大家好 我是大樹哥哥 大家好 我是小紅梅姐姐 今天要來認識一種 有隱形斗篷的動物 有隱形斗篷的動物 難道牠有魔法 這個比魔法還要更厲害 比魔法還要更厲害 是什麼動物啊 趕快告訴我們 這個動物就是章魚 章魚 章魚為什麼有隱形斗篷 章魚牠其實是個偽裝高手 牠只要到牠所有的環境 都可以變成那邊的顏色 像是海裡面有很多的石頭 灰色的石頭 牠只要靠過去 牠就可以變成那個顏色 敵人就找不到牠在哪裡了 也太神奇了吧 那我來考你一個問題好了 你知道章魚的頭 為什麼這麼大嗎 是不是因為牠很聰明很聰明 所以頭特別地大 特別地大 可以裝特別多的知識 但這個答案錯了 難道是因為牠喜歡很大的帽子 很大的帽子想要當紳士 這個答案也錯了 難不成是因為牠想要變成氣球 把空氣吸很飽 所以就可以飛上天了 這個答案很有創意 答案通通錯了 好 為什麼章魚的頭 為什麼章魚的頭特別大呢 因為那並不是章魚的頭 你以為這是章魚的頭 你以為這是章魚的頭 其實是牠的身體呢 身體裡面有心臟和胃等等 重要的器官 而眼睛的這個地方 才是章魚的頭喔 所以章魚是身體在上面 頭在下面 是不是很有趣呢 原來圓圓大大的 不是牠的頭 是牠的身體 沒錯 我們剛剛認識到了 章魚牠是有隱形斗篷的能力 牠還有另外一個很厲害的能力 牠的每個觸手都有思考能力 所以觸手不只可以往前移動 還有思考能力 對 章魚的觸手都有神經網路 如果今天食物出現在眼前 牠只要碰一下 就會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吃 這個東西不能吃 不用再透過大腦來重新分析囉 這樣子 章魚從頭到腳都有腦耶 真是太神奇了 章魚真是太厲害了 有好多特殊能力在身上 那我們今天學到了 章魚的頭 為什麼這麼大呢 因為那個不是牠的頭 是牠的身體 下一次再跟我們一起認識 更多不同的動物知識吧 大家好 我是檸檬哥哥 哈囉 我是泡芙姐姐 泡芙姐姐 你們家有書房嗎 書房 我們家沒有耶 房間就是書房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書桌和櫃子 如果家裡只有一個書房 那大家不就要輪流排隊用 喔 妳說的也有道理喔 不過像我們家 就有書房裡面有大大小小的櫃子 辦滿了各種不同種類的書 當我有疑問的時候 我就會把書拿出來 好好的仔細檢查看看 了解裡面的知識 小朋友們 你們家有書房嗎 欸 檸檬哥哥 被你這樣一問 是不是今天的觀察力遊戲 跟書房有關 沒錯 今天的主題就跟書房有關 小朋友們 待會兒會有兩張圖片 請你們仔細地觀察看看 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並且把它找出來 準備好的畫 我們就先來看一看 第一張圖片囉 哇 你們看 這個書房看起來好舒服喔 那小朋友們 你們在這張圖片裡面 看到了什麼啊 我 我 我看到了牆上 有一幅很大的畫 還有一張大書桌 兩張椅子 還有好大好大的書櫃 書桌上有書 有台燈 還泡了一杯茶呢 感覺好適合坐在這邊 喝著茶看書喔 不過小朋友們 你們是不是也都看清楚 這個書房裡面的細節了呢 我相信小朋友的 觀察力和記憶力 一定比哥哥姐姐還要厲害 趕快讓我們來看看 下一張圖吧 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看下一張圖片囉 這張圖片跟剛剛的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啊 小朋友們趕快想一想 找一找喔 好 我先來檢查 大書桌的部分 有台燈 書還有茶跟文具 都還在啊 也有兩張椅子 難道不一樣的地方是櫃子嗎 果然…我看到了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本來放的書都變成了盤子 對 盤子不應該放在書櫃裡的啊 怎麼會出現在那邊呢 畫布姐姐發現了 小朋友們 你們也都發現了嗎 今天的觀察力與基地的遊戲 是不是很好玩呢 下一次再跟哥哥姐姐 一起當小偵探 來看看不一樣的題目吧 小小花園出現一隻小桑鐘 不算我也只愛漂浮在空中 有點灰塵有點妥協有點舊 飛起來卻像一針動 傷心小孩神奇的像孫悟空 一把短短紅紅的好像水墨 東邊光光西邊轉轉東冷風 風吹雲落邊望花頭 小小小就有點害羞 飛天的雨輕輕鬆鬆 一會兒的迷惘 一過天地卡索 接一接雨後的大彩虹 黃色黃綠藍電子一筆一筆 花滿天空 春天的白花氣氛 夏天的張藍海洋 一轉眼夢的發光 接接一火蟲的小燈籠 搭上清涼的晚風 一顆一顆花滿夜空 秋天的小小星充 冬天的白色雪球 小小小周的美夢 小小花眼出現一隻小小鐘 霧桑落眼只愛漂浮在空中 有點悔氣有點妥協有點舊 飛起來卻像一陣風 上山下還神奇的像孫悟空 一把短短紅紅的好像水墨 東邊光光西邊轉著東的風 風吹雲落電望花頭 夏 夏夏就有點害羞 飛 天的雨輕輕鬆鬆 一會兒變迷惑 一會兒點地卡索 接一接雨後的大彩虹 風吹雲落電子 一滴一滴溫滿天空 春天的白花祈禱 夏天的展覽海洋 轉眼夢在曝光 接接螢火蟲的小燈籠 打上清涼的晚風 一顆一顆刮滿夜空 秋天的小小星充 冬天的白色雪球 小小小周的美夢 接一接雨後的大彩虹 風吹黃綠藍電子 一滴一滴溫滿天空 春天的白花祈禱 夏天的展覽海洋 一轉眼夢在發光 接接螢火蟲的小燈籠 打上清涼的晚風 一顆一顆刮滿夜空 秋天的小小星充 冬天的白色雪球 小小小周到 冬天的白色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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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